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法师您好 什么是念佛决思决意 念佛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那么在经中就说了 不可思议 不可称 不可说 又说 阿弥陀佛是威神功德 不可思议 又说 难思一光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在阿弥陀经当中就说 于此事说此男性之法 是为甚难 那么玄造大师翻译的称赞 净土佛摄寿经也说 得稳如是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那么从 法藏比丘的 四十八月 到成就 无量光寿的阿弥陀佛 从而生出这个法门 这个六字名号 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念佛法门 是为佛与佛 来能究竟的法门 菩萨 声闻 圆诀 这些二称 都不能测度 穷援彻底 所以偶一大师就说过 一生阿弥陀佛 即释迦本师 于五浊恶事 所得知 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 法 进一词果决 全体受予 浊恶众生 来诸佛所行境界 唯佛与佛 方能究竟 废九戒自立 所能性结也 我们念的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五浊恶事 所清正的成佛妙法 也是平等普度 一切众生 另一切众生 究竟成佛的 无上甚深 精微之法 那我们念的这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他含纳的 阿弥陀佛在果地上的 一切功德 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向好 佛的实力四五位 内政外向 所有功德 全部在这句名号当中 所谓约行六字 全得失明 那阿弥陀佛就是通过 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无条件的授予我们 这些着恶 罪苦众生 让一切众生 安住在念佛 成佛的大道上 那这句名号 是诸佛所行的境界 只有十方诸佛 才能彻底 究竟明了 拿摩阿弥陀佛的 毅礼和功用 那么九法界的众生 上至菩萨 下至六道凡夫 不能靠自己的智慧 和能力 去理解这六个字 所以释迦牟陀佛 他就等待时机成熟 无问自说 大畅 度身之本怀 所以像彻物禅师 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与此不幸 行同草木 舍此别修 非狂 去吃 那么阴光大师也说 这个法门 非常深奥 难以测度 虽然经过 十方诸佛 以及 本师释迦牟陀佛 交相劝信 但是世间怀疑 这个法门的人 还是非常的多 那么不但一般普通人不信 就是深通宗门 较下 各种知识的人 仍然或许怀疑他 那么不但这些人 即使已经正得真谛 夜静晴空的深闻 圆绝 仍然 或许会怀疑他 那么不但这些 小果圣人不信 那么就算权威菩萨 仍然或许 也怀疑他 那即使是法身大事 虽然能够有真实的信心 尚且不能彻底的了解 净土法门的本源 因为净土法门 是以阿弥陀佛的果决 为众生的因心 这句名号 全体是佛之境界 那么只有佛与佛 之间 才能彻底 明白 净土法门的真意 所以不是这些 有智慧的人 所能够知道的 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养性 佛言 依教奉行 自然就能够获得 真实的利益 那么就算能够听闻到 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 那也是我们多结 深重善根成熟的机缘 所以经中就讲了 过去是曾供养 无量横河沙界诸佛的功德 那么何况我们能够真信 接受 并依教奉行的去 专称弥陀佛名 那我们所获得的利益 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净土法门 是唯佛与佛 才能明了的法门 是完全佛制的法门 那么既然是佛制的法门 那么即使是等觉菩萨 他对净土法门 都是犹如歌罗望月 那么声闻原决更不用说了 那么在《能言经》当中就说 四国阿罗汉 在佛面前 都如 无智小儿 闻佛 微妙法 一如百米外 听闻吟 之四龙人 就好像百里之外 去听闻字 叫 就好像农人一样 那我们这些无眼人 无耳人的凡夫 却总是以为 可以凭自己的见闻 思议 触及佛的领域 佛的智慧 那么在《大智度论》当中 有一首记子就说了 智人能知智 如蛇之蛇足 那么即使我们 人到众生 最智慧的人 你所能够得到的智慧 就好像蛇 他也只能了知 他有多长 那我们也一样 你能把苏婆世界 所有的智慧 你能够了解到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那更何况是佛的领域 你像天人的境界 我们凡夫都无法去了解 那更何况是佛呢 所以这就犹如 《圆绝经》上面 有一个辟语就说了 那你凡夫 你硬是要去 测度佛制 就好像 萤火虫 他想要用 屁股后面的冷光 想要把须弥山 给他烧光 那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法华经》当中 有一句经文说 假使满世间 皆如舍利福 尽私共度量 不能测佛制 我们大家都知道 舍利福 是佛陀十大弟子当中 智慧第一的 那么假使满世间 都如舍利福这样 有智慧 那么大家一起 去思维 去测度佛的智慧 都不能去测度 佛制 所以不论是声闻 或者是菩萨 都不能够推究佛心 佛制 就好像一个天生的盲人 你却想要 在前面引路 那不就是一忙 引众忙 乡嵌入恶道吗 所以我们就老实念佛 以不可思议为不可思议 我们也不要去思维他 佛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佛说专称弥陀名号 必得往生 沙老大师说 一向专念 必得往生 定得往生 义得往生 那我们就去念就好了 不要去思议他 所以在显阳论当中 有一句法语 就说了 与不思议法 强思议 得心狂乱 过失 那么我们这个是 不可思议的法门 那你 硬是强加 你要去思议他 你可能就容易 发狂 着魔 狂乱 所以我们念佛法门 它是广大 不可思议的法门 那我们放下一切 自立 嫉妒的 遗情 就这样不思议 不思议的 称佛名号 所以不要去思议 我们的信心 立足于 佛语和名号 也就是 沙尔大师说的 救人立信 和救行立信 说罪人 以佛愿力 能往生 这不是一般人说的 这是圆满大悲的佛陀 亲自讲的 所以这就叫救人立信 这是佛说的 佛怎么说 我怎么信 信弥陀愿力为源 必得往生 那是什么样的修行方法呢 怎么样去称佛的愿力 以做强缘呢 只要一向专念 念念不舍 使命镇定之业 顺彼佛愿故 这叫救行立信 专程名号 必得往生 那我们的信心 就立足于名号 所以我们念佛 就代表 我们懂了 代表我们信了 所以这叫做 佛治全领 佛治满入 也就是说 信心称明 那阿弥陀佛的智慧 我们就全部领受 领纳 满入 佛智慧海当中 也就是天清菩萨 所说的 称彼如来明 如彼如来光明 至像 那我们就跟弥陀的智慧光明 像好 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 选择 练佛往生 那就是剧足慧眼 那是真正的 大智慧 所以在无量寿经当中 有一句经文说 慧眼见真 能渡彼岸 那我们随顺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如是做 如是说 如是教 那么佛告诉我们 本愿称明 那我们就应当信顺 如法修行 那我们能够如实 修习这个法门 老师专称这句名号 就是剧足 智慧眼目 就是人中 分佛绿花 就是佛的善亲友 佛的第一弟子 那么经中就说了 是智慧明达 功德殊胜 无量寿如来会说 广大圣洁者 大威德者 经中也说 专念佛的人 这个智慧 这个等同文书 那如果我们不念佛 反是邪道 你不念佛 你就是反是邪道 因为整个六道 他都是邪的 邪定句 也就是说 你不念佛 你就是无眼人 无二人 所以在慕年所问经当中就说 我说无量寿佛国 一往一休 而人不能修行往生 反是九十六种邪道 我说世人名 无眼人 名无二人 也就是说 你不专称名号 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是无二人 无眼人 那我们专称彼头名号 就是大智慧的人 智慧名达 功德殊胜的人 念佛法门 谭那大师说 非常之言 不如常人之耳 我们念佛的当下 就是懂了 所以靖宗法师 曾经就说过 我念佛 是因为我需要 不是因为懂得念佛 就好像饿人 他因为饿才要吃饭 并不是懂得营养才吃饭 我们只说是什么就好 不要问为什么 我们只知道what 不要去问why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是 只有是什么 没有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问到极处 他还是回到是什么 那净土法门 佛直白的说是什么 你像阿弥陀经 无问自说 都不要你问 我直接跟你说 直白的告诉你 就告诉你 我见势力 支持名号 必定往生 很直白的就告诉你 念佛往生 不需要你去思议 也不需要你去发问 因为没有人能思议 也没有人能问得出来 智慧第一的设立福尊者 思议不了 安难尊者问不了 他必须成佛圣旨 他才能 发醒智慧去问 所以你只需要去做 那禅宗就不是这样 禅宗他要问 为什么 你像禅宗讲 参话头 未曾生我 我是谁呀 生我之后 我又是谁呀 他每天都要参话头 所以禅不如尽 因为禅最后 必然要归于尽 那还在问 为什么的人 都是幼稚的 所以不是懂了 才来念佛 是念佛 才表示懂了 所以懂了 以什么为标准 你能够老实念佛 你就代表你懂了 你不能老实念佛 就代表 你还很愚痴 那也不必等性了 才念佛 是念佛就表示性了 也就是刚刚讲的 旧行立性 那么虽然说 解行并进 那么念佛法门 更重视行 念起来再说 因为念佛法门 是绝思绝意 它是不可思议 你只需要去做 佛怎么说 我们怎么照做 你寻求解 你想要知道 为什么 不过是为自己的心 炒一个说法而已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 是心趋不直 所以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必要 那不更加痛快 只在 所谓执心式道场 执心就是说 佛怎么说 我怎么做 佛让我往生极乐世界 我直直的过去 我不绕弯子 这就叫痛快 执灾 禅宗讲 知了成佛 所以古德就说了 因为信不及 所以今日葛藤 那我们有没有葛藤 有种种的问题 种种的繁忙 如果有的话 就是我们信不及 这是大乘佛教 很难的地方 也是净土法门 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 所以庄子就说了 下至制造问题 中至解决问题 上至取消问题 念佛法门 它是不可思议的法门 菩萨 智慧 尚不能穷尽 更何况凡夫 你去思维 那我们就取消问题 知了称明 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就傻傻的念佛即可 愚夫愚妇 去念佛 所以祖师就劝我们 要做黑白不变之童子 愚夫愚妇 这专称 千万不要制造问题 印光大师说 老实念佛无事不办 什么事都在名号当中 已经给我们解决了 你哪还有问题呢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讲故事之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回答问题的背景 这幅三圣像 这个故事 就来源于 这幅三圣像 背后的缘起 由来 那么这幅三圣像是 原姓和尚 也就是惠心僧都 所绘制的 原姓和尚在44岁的时候 他回湖景 当马 探亲的时候 他看到河边 有一位边念佛 边洗衣服的妇人 于是原姓和尚就心中有感 询问他 为什么要念佛 念佛的理由是什么 这位洗衣女就回答说 我不是因为懂道理 才念佛的 是因为有一天 一位德高的人 告诉我 只要念佛 佛必定会救度我 那么通过这位洗衣女的回答 可见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 念佛人 我们不是懂了才念佛 而是念佛才是懂了 于是原姓和尚就看到 这位洗衣女所踩的洗衣板 我们洗衣服的这个板子上 就引现出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世智菩萨三圣的身像 于是慧心僧都就亲自执笔 在这个洗衣板上 画下这三圣像 也是目前非常著名的板佛 那么我的背景资料 就是这幅板佛 那么收藏在福音寺当中 那么通过这个故事 也可见念佛之人 正如观金所讲的 无量受佛 化身无数 于观世音及大势智 常来至此行人之所 那我们专称念佛的行人 西方三圣 是恒常来保护我们 常来至此 这个常是恒常不间断 一直的意思 至此 到哪里呢 到念佛人所在的地方 一直 保护我们 念佛人 好 希望大众老实念佛 念佛决思决意 就像这个洗衣旅一样 死尽偷心 保此一行 ホテンは 空心 保此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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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